苹果平等遭降供应链股票惨 日本强震引爆科技业缺料危机 效应扩及全球 苹果产品iPhone、iPad热销 连五年业绩股价攀高 傲视同业 但在日本强震后 传出原来苹果供料厂多为日商 如今因停工恐面临断料危机 美国券商JMP分析师认为 苹果股票风险已升高 于是调降苹果投资品等金美股获利预估 造成苹果股价周三大跌4.5% 创9个月单日最大跌幅 市值蒸发140亿美元 台湾的苹果概念股也同步遭殃 外资三天来 大坎苹果最大代工厂红海股票近9万张 使得红海股价连续大跌 昨天还面临100元保卫战 红海表示 地震后已积极了解零组件供应问题 目前库存约有3到4个月 另外苹果触控面板供应商 陈宏与盛华近日股价也都因缺料传闻重挫 两家公司都说 料源库存还有两个月 苹果股价昨天晚上在美股开盘后展开反弹 截至今天凌晨1点涨幅超过2% 众新闻台北报导